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在联络彼此感情上面是非常有帮助 级别的话就跟疫情间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想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离这个国务院百分都很近 有没有近一些美方的这个感情方面 当然我想我们在特别是自安的联防上面 持续的美国都有这方面的合作 那只是说这次自安联防我们讨论的这个新的危险 特别就是关于生成是AI技术 所以除了美方官员之外 更重要的也是说到把美方官员的这个concern 就是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顾虑 把它汇集起来之后 给这些正在研究尖端的这些AI技术的 不管是Meta,Google,OpenAI,Anthropic等等的这些指导 那我觉得这次很高兴的就是大家对所谓 Race to Safety 这个可能翻成就是一个竞赛 但是不是朝向性能的竞赛 而是AI安全的竞赛 那这个想法一带有共识 那这就很不饶 当然这一次在纽约上发表这个演讲主题 是以这个AI时代的世卫民主之为这主题 事实上国务卿布林特也呼吁各国要使用保障人权的这种AI的系统 而且要管理这个AI的风险 跟我们谈谈 世卫科技是为民主的哪些利益 究竟这个AI它的风险在哪里 是 我想是城市AI的一个特色 就是你不需要学会城市码 你可以直接的就要求它做什么 它就帮你做什么 也就是说它大幅降低了大家运用这些技术的门槛 在以前你总得学个Python啊JavaScript啊什么的 才能够写出一整套的应用的城市 那现在呢只要你把需求很明确的讲出来 甚至透过互动 那就可以取得这样子的城市AI帮你写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说 大家对于这个AI的期许 对于这个AI的期望 就是怎么反映当地的大家的文化的习惯 怎么样子的答案才是让大家觉得 没有脱离社会的习俗的等等 以前都像我们这些专门的城市设计师 把他写进去 但是现在大家只要好好地跟AI讲 让AI训练的时候 这个叫做constitutional AI 用这种宣发式的方式去训练它 训练出来的那个语言模型就会符合这个宣发上面所明确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技术的状态 所以怎么样来决定一个AI跟我们互动的时候 所谓的宣发就是它要遵守的什么机器人定律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解释广义讨论 不是说少数的专家来决定 而说实际受到影响的大家来决定 所以这次在concordia我就是分享 我们在台北在台南 大家都面对面去实际去看说 因为AI跟我们互动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而且呢我们讨论的那些题目呢 都是在线上用POLIS这套系统来收集出来的 稍后一下子一包再介绍这个朋友 回到这个AI的这个给民主带来的分析 您在这个眼中当中 包括其他的专家也提到了所谓的deepfake 是这样 做思维技术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利用这个所谓ChatGPT 还有这种deepfake 对台湾可以说是扩大认知作战 共谈谈实际的实力 还有台湾的民众 应该要怎么样去辨识或破解 这些所谓的身为技术 其实现在如果是做跨境的这种诈骗 或者你刚刚提到的讯息干扰 大概不一定会用 极可乱争的这种换年影片 大概不一定会用ChatGPT 因为ChatGPT它是有openAI 随时来看的 所以在里面如果大规模的出现这样子去做网络攻击 合成会议程式 或者你刚刚讲到deepfake的活动的话 那openAI那边是会侦测到 而且会停止这方面的使用 所以这方面的攻击者大概不会去使用ChatGPT 对 但是它会用ChatGPT这一类的技术 就我们叫做语言模型技术 对 那语言模型技术呢 现在因为就是它的训练的这个过程 虽然相当地花力气 但是这个训练出来的结果 有些呢是已经公开发表了 那好比像说Meta 就公开发表了Lama这样一套模型 或者是说像UAE也发表了Falcon这一套模型 所以说即使我如果是想要做跨境的攻击或诈骗 我没有那个财力自己去训练的话 我只要下载这些模型 我花一点时间去把它道德限制解除掉之后 确实就如你讲的 它就可以极可乱真的 说冒充成一个名人 或者是冒充成谁 然后呢 这种影片我们常常看的 而且不只是就是像以前是 你要先事先生成这种影片 然后再传播出去 但是现在在今年特别的它是interactive 就是说它可以及时按照你打个电话 你跟它讲话 你的那个回应 它及时生成出新的语音 然后呢 好比像你的声音的这个纹路啊 你只要讲三秒钟 它学会了之后 就可以冒充你的声音 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 再去诈骗它们 那所以像这些都是新的这种能力 是去年没有的 其实正在您在发表这个 AI时代的示威民主的 大概同一个事件 和马斯克 他居然发言了说这个 他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 有潜力变成世界第一 那不晓得您怎么评估 因为其实他们现在 当然也有像刚刚讲到这个 ChartGPT 他们也有一个文心译言嘛 他们也有一个庞大的语言模型 但是却是很多审查的 像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 就实际去测试 它这个文心译言 问它说这个十里山路远不远 200斤外子证物证物证物 能不能不换间 他就马上关闭对话框 他就说 在关闭的问题 直接就停止对话了 你怎么评估 中国人工智能的潜力和限制呢 对当然 就言论审查这件事情 它当然就会让 AI在推论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思路 是真的能够达到 你所问的问题的答案 那它那个思路等到一半就会中断了 这是就如同你讲是确实的 那这也让很多就是尖端的研究人员 当他要做出一些新的发现或发明的时候 他如果一定要适应这个研究的审查的话 他必须要花额外的力气 才能做这件事 所以像这些多多少少吧 都是在应用以及研发上面会形成一些障碍吧 那不过我特别想要提的是说 因为在Open Source Model 就是开放原码的模型 我刚刚提到的 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它虽然把几乎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 都变成它的那个素材 但是当它实际炼制成功之后 出现的那个模型 其实就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 也就是说只有几十区最多几百区这样子的大小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笔记型电脑 或个人电脑上面来运行这样子的模型 那这个就给言论管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全面的言论管制的一个集权的政体 在以前你只要守住大家往Google 或者是往维基百科 或者是往其他的网站的这个关口 那这样子大家就不太容易去查询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呢他只要想办法把我刚刚提到这个语言模型 透过可能就是USB disk 能够拿到手上 之后呢他就不再需要网络连线 你就可以一直去问他 今天纪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言论审查的这个问题 它虽然对AI造成了这些方案 但是在自由民主世界所训练出来的这些开源的语言模型 反而也是对言论检查跟侵权整体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照这样讲 如果马斯克说的并不见得是事实 就是说真的会变成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全世界第一的话 但美国其实也有很多专家在担心 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发会不会超过美国 这是美国现在很担心的 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中美资金在人工智能方面这个竞赛 还有现在台湾的人工智能的研发情况都是如何 当然一般来讲就是从算力的角度 就是从GPU的数量等等的话 那当然因为很多现金晶片都是台湾制造 可以说AI的全部的现金晶片 应该大概都是台湾在供应链里面扮演 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是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1981年出生了 那时候个人电脑刚刚出现 那我们台湾这边就是IBM PC PC Compatible 有非常非常多的个人电脑 所以我们并不会把个人电脑看作是一个 好像只有政府或者大企业能够运用 当时叫做Mainframe或者这个Workstation 对吧 是大家都觉得说就算是一个小的个人电脑 我能够在上面弄个试算表 让自己报税更容易一点等等 这个也可以互相分享 所以台湾一直都有这样子一种Maker Culture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运用这些刚刚出现的尖端的晶片 然后自己来进行创意 所以我们的Edge AI就是在每一个工作的 不管公务们还是私部们 不管是一个智慧工厂还是一个服务业的商家 他们自己去量身打造 AI怎么融入他们的过程 而不是等到什么大公司推出新产品 才能够来运用这样子动手做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 所以我们今年也在跟国会 很多国会提出精创计划 就是运用这些先进的晶片 来进行各行各业创新的计划 今天也想请唐长带我们的观众一起去想象 进入了这个全世界进入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之后的这种民主 还有集权 还有战争和平是什么样的模样的 如果说这个在民主方面有应用的话 也有人认为说 人工智能可能未来也会应用在战场上 甚至是如果是战场上也应用到人工智能的话 会比当年这个OPHR发明和武器还要更危险 您能够想象未来的人工智能应用在战场上 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的 在民主的应用上面 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像Police 或者是Alignment Assembly 就是对其他会 那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面给彼此写问卷 那每个问卷呢可能是一行字 好比像说像您刚才说的 我不希望AI被用在大规模的武器用途之类吧 那你这样写出去之后呢 其他的人就可以同意 或者不同意 或者是说他看到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你觉得这个重要还是那个重要 那这样子给彼此写问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一开始立场很不同的人 包比像说专门追求发展 觉得说不需要什么Gardwell的人 那或者是非常注重安全 觉得说AI应该停止六个月的人 这两组人经过这样子Police的讨论之后 像我实际上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 就跟当时民主峰会第二次民主峰会的参与者 跟AI大厂的一些研究人员 我们就一起用了这样子一个Police 确实很快就收敛了 收敛到的就是你有看到我有签署的那一个 说要因应AI造成的社会风险 应该就要像是疫情的那种风险 或者是核子扩散的那种风险 一样重要应该是全球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这个想法就是把两边汇聚在一起 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边的人 其实都不愿意看到说 因为因为过度发展 所以变成我们无法发生问题的时候 控制这个问题 好像他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至少要投资到 让他如果发作什么可以收拾的这个程度 这个都是大家同意的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是运用AI技术 去把本来大家好像互相喊口号一样 因为你在媒体上 或者是说在一般的民主程序 像公投里面 那一个很复杂的想法 都要被压缩到可能几百个字而已 那这几百个字的时候 那个Nuance 就是里面细致的地方 就不见了 本来我们一群人 如果是好朋友 这个在一个客厅商楼里面 讨论一整天 这个绝对不止几百次嘛 那但是里面讨论出来的 很可能是能够彼此克服 彼此起见的一整套思路 这套思路因为不止几百次 所以当它变成一个总结报告 或者变成一个公投案的时候 那它那个一压缩失去了 它里面细致之处 别人一看或角色者一看 就觉得这很天真 或者说这过度简化 所以这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一个 制度性的挑战 但是现在呢 我们因为投资了这个 对新大会这种技术 所以我们收到的这个 共同意见 就不像以前是这样 识点宣言 而是说它就是一个 对话机器人 你就可以跟它聊天 然后会说 你这是为什么这样子想 那它就可以回到 当初讨论的脉络里面 来完整地告诉你 这个思路是怎么走的等等 所以以上是对于民主的这个帮助吧 那现在讲一下对于 对于战案核必要的战争 对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就是所谓的灭绝风险嘛 最担心的之一 就是AI它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全自动的去核成新的电脑病毒 然后用它来进行攻击 但是呢 大家是蛮担心说 等到它演化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那像现在如果你要用AI来进行网络攻击 它比较像遥控飞机这样 就是说你它下个动作下个动作 你还是得遥控嘛 那但是 演化到一个程度之后 说不定以后就会叫做living off the land 就是说当你攻击进对方的网络系统之后呢 那个病毒就住在那儿了 它住在那儿之后用它的算命 用那一台电脑 再去写出新的病毒 再去写出新的病毒 它就不需要外面的人来控制了 所以这个呢 会不会有它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大家如果刻画电影 如果看什么sky that 什么的话 就这样了 都会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 这样的情况会成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 目前看起来 这一代的AI模型 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说 两代之后 三代之后 会不会就有这样子的能力了 那一旦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部署这样子攻击的人 他可能也不确定 这样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可能本来把它当作遥控 还不用了 但是后来 这个一遥控一出去 它产生了它的这个 agentic 就是它就自己开始动了 那这个时候 就连发动攻击的那个人 也没有办法再控制它 控制它 对 这听起来很可怕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安全精灾 raise to safety 就是要在 它完全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之前 先去去想清楚说 它冒出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它会有这么样的征兆 然后呢 当它开始接近这个零界值的时候 尽快地把它感应出来 感应出来之后呢 就要采取一些 就是像你刚刚想 控制住的这个措施 或者甚至说 超过这个零界值的开发 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子的开发了 等等 那当然更不可能说 一开发出来就open source 变成大家手上都有一份 那这个就更不可能 所以怎么样设定这个零界值 以及怎么样子去加重对这个的投资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讨论的 感谢唐夫老大 我们想象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进入之后 这个可能在战争上 我们听起来真的蛮可怕 不过也要谈在和平方面 因为刚刚你谈了几次这个polis 它是一个可以把不同的意见 汇聚在一起 或者找到一个共识的一个方法 那是不是也可以把人工智能 应用在和平方面呢 比如说未来polis 是不可以应用在两岸之间解决分析 我们在太平洋两岸之间 对或是美洲之间的这个 或是说 甚至台湾内部蓝绿的对立 也可以利用这种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 加以弥合呢 您的看法很展望 对其实之前就是在 就是贸易冲突 比较激烈的那一阵子 2019年 那我们在太平洋之间 就是台湾跟美国之间 AIT40年的时候 我们有办过一系列的polis 四次polis 叫Digital Dialogues 就是数位对话 那这些数位对话讨论的 就是不管是在安全方面 或者是在经贸方面 或者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方面 我们有哪些新的主意 可以让台湾跟美国更迷钱 那像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就是不止台美 整个印太地区 对拉近台美关系 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写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而且有一些真的很有创意 像可以一起办台美共同的黑格松 那这个想法在隔年 因为就出现了疫情 我们就一起办了防疫松 那大家一起来探讨 怎么样做疫情调查追踪 但是不会牺牲隐私权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些想法 一旦它汇聚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说 这是不止台美 可能整个印太地区 乐意看到台美关系紧密的人 都觉得可行的主意 那这样对两边来讲 我下一次就拨款 让这个主意能够尽快发生 对我们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能够凝聚 一开始生活经验不同的人 中间的一些共同感受 那这个是透过这个技术 之前就已经有获得共鲜 是的 那么除了想象 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和和平之外 一项亲力带我们想象 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 世卫民主高领导 怎么样去对抗数字极权 因为过去其实人们一直相信 这种网络科技是可以让这个世界 更民主的 像是推特革命 然后过去美国总统 克林顿有一句名言 中共想要控制互联网 就像是把果冻定在墙上 可是现在似乎中共真的把果冻定在墙上 他现在真的就是透过这种互联网的科技进化成了一个更精致的数字极权 唐部长你怎么看未来数位民主vs对抗数字极权 这究竟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 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 就是特别是这种开源的语言模型 那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些资讯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全部传递到就是对方嘛 所以不像搜寻引擎那样子 你可以随时去监控 你用了哪些搜寻引擎用了几秒钟等等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像这样子的开源语言模型 是绕过言论审查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这一件事 那第二个是说像我们自己的数位部 就是一年之前开始的时候 我还记得说我们八月开始 但是在那个之前两周 我们的网站就已经上线了 moda.jobe.tw 我们的网站上线在同一个小时 就是飞蛋从我们头上过去的那一个小时 因为这是美国中医院议长 Nancy Pelosi 当时Pelosi议长来台湾 那当时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台湾的政府的网站 那在同一天里面呢 我们收到了23倍于之前的最高峰值的攻击 也就是说不惜写本的想要瘫痪我们的网站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这个篡改了别离商店 或者是车站外头的这个看板 我还记得那个看板上面有出现这个Pelosi 没错Pelosi的这个样子 有个战争犯 对对 那所以可见这个生殖人心 对 那这样子的后来我们怎么样 台湾方面怎么样去抵御这一波的网目攻击 在抵御导弹攻击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发动整合性的这个网目攻击 而且同时还散播这样子的就是境外讯息干扰说 台铁整个台铁都已经被攻占了什么之类 那结果新闻记者一上去想要连到交通部官方网站 或者是外交部官方网站就很卡 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复合式的Hybrid 它里面有就是Cyberattack的部分 但是也有跨境的讯息干扰公式的部分 那这些复合式的公式我们当时当然是在第一时间就有因应 那像我们的网站一秒钟都没有被打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用了 任何人都可以捐出一些自己的硬碟跟网路 把我们备份的一个叫IPFS 就是星际档案系统这个技术 所以就大家都可以志愿的捐一点硬碟 捐一点网路 那这样我们的网站就没有办法被攻击下来 那我们运用了这些做法 那当然他们想要让我们的这个股市崩盘嘛 什么都没成功嘛 那天股市反而上涨了 所以显然星战没有发挥这个他的本来达到他的战略目的 那但是我们也因此就变成是以前我们的防守 很多是分散在不同地方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都整合起来 所以就是在很快数位部一接牌 我们就说那各个部会的网路啊 各个部会的网站啊等等 我们都要用一种新的想法 叫做Resilience 就是任性的想法 就是不是说铜枪铁壁让人家一定打不穿 而是说你有好几道门好几道防御 任何一道被打穿了 可能已经被打穿了 它还没启动而已 都会被其他几道门把它打下来 那所以像这样子一种多层的防御 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零信任 Zero Trust 就是专门去只信任某一道门 或某一道防御墙 所以我们就把就是一年来 大家就是在台湾的包含 文部门等等 都换成这种零信任的这种防御模式 所以到了今年三月 我们蔡总统啊 方媚嘛 我们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贡献 那时候有些 对 但是就没有出新闻啦 对不对 因为抵御下来了 因为抵御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讲法 叫做没出事是因为有做事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发展出可以抵御 对 这个中共王 就是零信任的这一套作份 明白 那么但是美国的这个 人帮调查局的局长 他就是最近在警告大家 这个有关于中共的这个黑客攻击 而且他指出一个数字 就是说现在中共的黑客人数 即使是美国投入所有的资源去做防御 这个人数上还是50比1 你认为在这样子很大的这种人数的差距之下 美国和台湾要怎么样的来合作 应对可能下一波的攻击 对 在台湾有一个民间的社群 叫Gilibi临时政府 那里面有一个专案 叫做Cofax 就是真的假的 那这个专案就是去看说 大家自主的去回报 现在流传的最广的谣言是哪些 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 用自己的时间就可以去提出 所谓的Clarification 就是一些澄清或Contextualization 就是给出更好的脉络嘛 那像这样子一套真的假的 这个专案 它就跟台湾的很多像趋势科技 像美玉仪移等等的这些Ecosystem 形成一个及时的来澄清的一个生态系 那当然我们也观察到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人家其实有的时候是专业的 而且是可能朝九晚六的那些人士 那如果这边去做抵御或者澄清的都是part time 就是坚持在做的话 那常常当这边就是集中的要攻击的时候 那人数上面确实是不对等的 不过呢 像Cofax他们现在也都用语言模型技术 也就是不是靠人一则一则去澄清而已 他们一起训练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呢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讯息攻击的时候 那加入它的脉络或者是给一些批判思考的想法的这些事 都已经是AI在做了 所以当就是双方的算力 应该就没有那么不对等了 就是可以用一些语言模型的技术来进行自动化的防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人数的差别就比较不是问题 那这样子是不是要做一些实际的配合两边的演练 才能够进一步的练习说 下一次如果真的在发生类似的攻击的时候 具体上要怎么因应呢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办这样子的演练 类似像演习这样子的 是的像就是我们每两年会办一次code 就是Cyber Security Offense and Defense Exercise 就是攻防演练 攻击的是红队防御的是蓝队 那各国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疫情的时候是献上 那这次因为疫情过去了 就是邀请大家来台湾 所以我们就会很拟真的去模拟那样子的攻防的情况 那也有相当多各国的朋友来报名 那这个蓝队跟红队的演练 不只是这个演练本身 而是事后有个叫Purple Teaming 就是把蓝队跟红队混在一起 然后大家彼此交换 刚才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学到怎么样的经验 那这样的话 之后如果再发生真正的状况的时候 各国这些已经有过演习经验的这些自然人员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说 联防的时候 我要防守那里 你要防守那里 假设联防的这个演练也会提高防御力 那您在评估中共的攻击能力 它是不是也在进步或在提高 它们现在要有个部队 我有点忘记它们的名字 也是一个就是 您对他们的网路攻击能力 您最担忧 最值得令您觉得alarming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想就是如果没有像零星人这套做法的话 我们最弱的一点跟所有的就是民主国家系统一样 就是账号密码的这个制度 那像我现在我们部里面 以及我们所属的这个梁鼠 就是自然鼠 跟我们的产业发展鼠 树产鼠 这梁鼠的人跟我们部里的人都已经没有密码了 我们在用任何部里的系统 签公文等等 都是用我们的手机来感应我们的指纹 然后呢 再用一套软体来确保我们的手机没有被篡改 再用另外一套软体 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手机的连线没有被劫持 所以就是刚刚讲到这三套门 我每次签每一份公文 都要再经过这三重的验证 那有了这样子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即使我的手机被物理性的被抢走了 我手指总没有被抢走 抢走的人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把我平常使用网路的习惯 整个复制过去 也就是三套门任何一道甚至两道失手的 它这个攻击者浪费了一次攻击 它被另外的一两道门把它挡下来 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是用密码的话 那只要那个密码被复制过去了 那大家就变成都可以用我的名字 来发电子邮件来欺骗大家嘛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密码如果就是太短 是你记得住 但是太短 那现在攻击方很容易就破解掉了 但是呢如果攻击方现在难以破解的 像12个字以上非常长的密码 很多标准符号 反正你也记不住 那记不住的话呢 就很容易在不同的地方使用 甚至抽起来等等 那也很不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 Weekest Link 就是最弱的一环 跟其他民主国家一样 都是对密码的依赖 那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密码切换到 像FIDO、PASKI等灵性人的做法 除了台湾面对就是来自对岸的这种网路攻击之外 其实他们对这个实体设施的攻击 也是台湾必须要防御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今年2月的时候 在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海底电缆 就被切断了 在一周之内就被 其实这个很让大家担心 因为就看到乌克兰的例子 其实乌克兰的星链 其实大家知道很重要 跟这一次这个海底电缆被切断之后 是不是也让大家开始去思考或想象 未来台湾是不是也继续像 如果可能发生战争的时候 也有像星链这样一个系统 Starlink台湾版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成真呢 这也是你在努力的方向 这相当重要 那确实如同你说的 就是像这种我们叫灰色地带 就是说它也不是宣战什么的 而是它就说那一艘雨船 五星旗的雨船 不小心下了猫 不小心继续移动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 货船也是五星旗的 不小心又下猫 不小心继续移动 所以就是这么不小心的情况下 那它并没有主张 它有什么恶意或破坏什么 但它实质上就造成了 就是妈族的人没有网络可以用 当然如果是驻军的话 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备用的这样的系统 包含同步卫星等等 但是大家平时民生啊 其实现在都有行动支付啊等等 那个时候就几乎全面停摆 那当然一方面我们是跟NCC合作 跟我们通传会合作 去把像微波这样子的方式 去把它补上 所以到了今天 如果海满再次断掉的话 那其实就比较感觉不出来 可以说应该是根本感觉不出来 因为就透过无线就是微波 把它连上了 那但是呢 微波站它是有固定位置的 所以如果你是蓄意的 就是没有那么不小心 可能要更不小心 让微波站停摆的话 那这样的话 也确实我们也难以去 隐藏微波站到底在哪里吧 对 那但是这个时候 您刚刚讲到的卫星 它就是第三道防线了 那就是海满也没有了 微波也没有了 那至少还有微信的接收器 所以微信的接收器 确实现在已经在马祖 已经测试一阵子了 我也有实力去看过 如果是微波断掉的话 那至少保持一些像语音通信啊 或者是打字啊 这样的能力 微信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运用的就包含 欧洲的SES的这个中轴道微信 以及英国的OneWeb 这个D轴道微信 这两个是目前比较确定的 是不是也就是您有在这方面 跟欧洲方面合作的现在比较多 对 因为英国OneWeb 它是跟我们讲说 就是英国政府 它有所谓的特别股 所谓的黄金股 就是说不管它股权占多少 它都可以一票去否决掉 它觉得对它的国防不利的任何作为 那所以他们也很明确的跟我们说 他们就只用他们信任的供应链的产品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很积极去洽谈 那OneWeb应该会在年底 就能够覆盖到就是台湾全境 那这个时候就任何地方 我们到明年年底会有七百个点 那有些是固定的 有些甚至放在车上 所谓车载的 甚至用背包的都有 那这些就随时需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被调度过去 所以比较厚重 那美国这边像马斯克他们 没有跟我们有一些 我们当然没有排除任何人来合作 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做验证跟测试 所以它中间没有排挤性 就是我们一个地方 如果同时收得到四种不同的微信 对我们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子四种不同的微信 都被不小心弄坏的几率 我想是比较小的 谈到明年其实马上台湾就要迎来 2024总统大选 那过去几次大选 其实中共都有这个假讯息的攻击 网络攻击也都有 有没有预期今年好像到选举之前 又会迎来一波更升级版的网络攻击 或假讯息的攻击 台湾方面有没有因应的对策 我想NCC它在组织法里面 就是上一次就是说一部成立的时候 NCC也对应的加上了 网绩网络传播治理 以及监理相关的这些政策 他们的权限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应该是今年四月吧 NCC也有成立了 就是网绩网络传播治理的专门的办公室 那也有跟就是大家知道的像Facebook 等等这些平台 有在做这方面的对策跟英明 那我们的负责的部分 是刚刚提到的境外的网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成四个 就是actor behavior content distribution 就是这个攻击它的主体 它的行为 它的内容 跟它的传播 内容跟传播 在NCC这儿 明白 对 那但是如果它的主体 是境外的 那它的behavior 是sever attack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放手了 对 因为相信你也知道 在选举的时候 也有一些 其实不是境外的 而且也不是攻击性的行为 但是在内容上面跟传播上面呢 还是会彼此指控什么的 那那个就跟就是抵御境外工具 比较无关 那那一部分就会是NCC来处理 但是如果是集中式的 复合式的网工 那这一部分我们 特别是在资安院 资安全研究院 有这方面的 您也是这个资安院是不是 的董事长 对 那如果我谈这个传播和内容这块的话 不小心是不是您现在是数位部的 或是您在资安部 那就会是就是NCC的部分 或现在这一块其实现在台湾也很 感到担忧 因为现在 当然美国这边是担心这种抖音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 或美国的选举 那台湾现在我就要想 我们说好像在台湾年轻人使用的很多 那不晓得不管是NCC 或是数位发展部 有没有对这个部分感到担忧 因为 比如说这样抖音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全球国家 都已经还在讨论是不是要进用 台湾这方面会不会也有所跟进 对我们有注意到说 因为应该是美国跟进我们 因为我们四年前就禁止 他们在 美国跟进台湾 对对对 我们四年前就禁止 包含您提到的这些App 在我们的公部门里面使用 那美国绝大部分的州市应该是这一年左右 才开始有类似的政策 然后联邦政府也不能使用 对联邦政府才有类似的政策 所以我们算是比较早就警觉到这件事 那当时也是出于就是资安的原因 而不是内容本身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篇 这个60秒之内的影音 如果它是从抖音 就是开始散播出去的 但是你看的地方 不是TikTok也不是抖音 而是什么别的就是比较没问题的 那个影音平台 那这件事情它还是distribution 等于它跨平台散播出去了 你打开某个App 或甚至打开你的传讯的软体 你朋友Forward 就是转传一个TikTok上面的 一个好笑的影片给你 但是你是在自己的传讯软体上收到的 那这件事情虽然还是内容的传播 但是它对于这个actor 就是如果他要做一次网工的 可以说是这个风险是相当低 因为就是比较不可能 没有说完全不可能 比较不可能 就是你所常用的这个传讯软体 它跟TikTok有某种串联或勾结 那所以我们自己的防御 大概都是在想着Cyberattack这边 那我们最近也注意到 就是美国CFIUS 也有类似的想法 就是投资审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好那纵使它还是相同的内容 相同的传播 但是它这个actor 就是演算法 它要进行修改的时候 能不能就把它复制一份 放在美国本土 然后用美国本土的厂商 来当这个actor 来监控它的behavior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说 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 突然之间演算法一改 然后就变成是Cyberattack一部分了 可以杜绝这方面的风险 所以我想这部分都是持续在讨论的 我们也非常明确在关注 其实美国也跟进台湾 美国跟台湾之间也合作 刚才我们提到台湾总统大选 可能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动作 那其实美国也要赢2024的总统选举 往年的总统大选 美国其实也都发现 管是中国的王军或俄罗斯的王军 都是有来影响的 这个部分因为美国跟台湾 有很类似的经验 这彼此之间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进行 所谓抵律假资讯 或者是网络公司的合作呢 对 其实我们有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有参加 不管是Polus或者Cofax 就是这种融合多元意见 然后又凝聚出某种共识 的那个过程的话 这个经过这样子的过程的人 他就比较不会被这种 极端化的讯息去带走 对 因为这个就是像你是新闻工作者 其实都有受过基本的训练 就是要确保你的source 你的来源的真实性 你要多个来源中间互相平衡 要警觉到所谓的framing等等 那这个都是最标准的新闻训练 可以说是新闻学训练 之于这个刚刚提到的 这种跨境的讯息公式 就好像是我们戴口罩亲戚手 这个公共卫生学的训练 之于病毒的公式一样 那只要大家在脑里 都有这种多元的 但是协同合作 然后达到公式的这样一套能力 那这样子就比较不怕 这样子outrage 就是一种同仇低下 这种业火疗愿等等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们应该要设计各种各样的制度 让大家平时就进入 这样子一种多元协作的精神里面来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看到什么公共政策的一些 就是跨境的讯息公式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收敛到一些 最不满意但可接受的 共识上 共同的基本事实上 就不会变成好像 两边各自在各自的事实里头 是我们谈到这个美国跟台湾人之间的 这个合作来抵御数字极权 但我在想说 这个台湾在寻找着 跟民主伙伴一起合作的时候 在这整个数位民主对抗 数字极权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也纳入 人在中国的 对岸的一些网民 因为他们虽然说在极权统治之下 但是也有很多是渴望跟追求 民主自由的这个网民吗 如果跟这些联合作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朝这方向 也可以促使进一步让这个数位 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呢 其实我们注意到 就是像我们用的 刚刚讲IPFS 这种就是抵抗审查的一种技术 我们当然是用来 让我们的网站不会达到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 就算你人在极权国家里面 那你也可以自己跑一个IPFS node 帮助我们备份 那同样我们跑的这个IPFS的一个节点 也可以帮助里面的人备份 让他的言论不会被下架场景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主网络 就是democracy network 就是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而结合 而不管地缘上是远或近 那这是一种新的地缘 就是它不是看这个里程的远近 而是看里面的远近 是这样 那所以就有很多像 像那个一个叫Matterstown 马特市啊等等 对 对 在也是跨境 在IPFS上面 大家透过这种 无法下架 无法篡改的方式 来交换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等等 那这些呢 我们的很多做法 其实都有在上面分享发表 那同样的 他们透过像Web3啊 等等这些社群 来的一些新的观念 我们也在我们的政务上面来使用 所以就像您刚才讲的 就是即使在集权政体里 也一定有很多人 很希望说 关于自己的事情 自己应该参与决定 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但不管是民主还是人权 如果说 你这个一发表什么 立刻被下架 立刻被篡改 那这个就不但是表现自由 表义自由没有 结设自由更抬不上 就不可能形成一股失利 真相也没有办法 对真相有办法传播 那我们现在投资在这些IPFs 这样子的技术 就是希望说 除了我们自己防御之外 我们也跟所有的民主阵营 而这个民主阵营 包含集权政体里面 对民主要向往的人民 一切联防 让他们在进行这些表异 集会 解释等等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不会遭到那么多的 就是被篡改 或者是被下架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表达言论自由 还有就是传播真相在墙内 他们你刚提到很多技术的部分 你的比如他们现在需不需要技术方面技术 还是他几次里面有很厉害的人 当然有些高手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应该要normalize 就是正常化运用 好比像说端到端加密等等 就是说因为如果大家都不用这些技术 那只有就是异议分子 或者是一些良性人士 或者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使用 那他们就很危险 因为你只要一看谁在用 那大概就是这些人 但是像我们用的像Signal 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个网站 他用网站叫Github 等等的这些技术 但是所有的几乎科学研究者 技术人员都在用 那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背景值 那用的人即使是在墙内 他也不会看起来特别的奇怪 因为很多人在用 那对于做言论审查的人来讲 他要把整个Github网站封禁掉 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他如果封禁掉的话 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社群 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墙外能够做的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 就是支持这种多元协作技术 特别是先进的加密技术 把它正常化 就每天用 多元协作和加密的技术 对 就每天来使用 每天来使用之后 这样墙内的人使用 他也会觉得 那这个就国际上都在用了 除了这个在技术上面 跟这个协助墙内的 这个走向部组之外 其实我觉得公民意识 其实也是这个 你刚刚讲到 把他言论自由 还有传播真相 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这边想举两个例子 是墙内的 一个是这个 翻墙教父 编程随想 阮小桓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乔欣欣 他们是想要发起一场 推倒中共这个防火墙的运动 那他就是希望 透过一些连署 呼吁各国的议会 全球的政府一起来 帮助他们墙内的人 推倒这个中共 给他们设置的防火墙 你怎么看 像是编程随想 还有乔欣欣 这样的人 他们在整个数位民主对抗数字极权当中 可以扮演的角色 这些墙内的人 对 我想就像刚刚讲 开源社群 Open Source Community 本身并不区分骨结 我们开源 他一定都有第一行 说我这边写出来这些城市码 我不提供warranty 不提供担保的情形下 你随便拿去使用 拿去使用的时候 最多只要加住我的名字 或保留 这个授权给别人用 但是除此之外 我没有管你是哪一国人 就好像在维基板科上面 你如果编辑一个文章的话 底下都会有一个授权声明 那这个授权声明 你也不会看到说 它限制哪个国家的人 才能够来用你在维基板科上面的贡献 所以可以说 就像刚刚讲到的 是价值的远近 而不是地缘的远近 只要价值是近的 是Open Source这一卦的人 那其实都不太需要 事前认识彼此 认识彼此叫合作 而是说你可以跟不认识的人 协作 collaborate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我想对所有追求 不只是民主 也包含各种各样的自由 人权 刚刚讲到的表意权 结社权 都非常有用 除了公民的觉醒 说要发起 推到中国防火强运动 其实在美国政界 包括前白宫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门 这个博明 他其实也说 可以结合这个Silleton Valley 美国的一些技术来帮助 在他的用法是说 在中国的防火墙上打动 您论不管是在防火墙上打动 或是真的完全推倒 这个中国的空墙 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吗 不管在技术上 或是在各国的合作上 对 其实我刚刚有分享了 就是说打动 如果是一次性的 那那个人家发现了 就把它补起来了 对 那所以 我刚刚讲到的原模型 其实是不是说 好像他必须持续有一个动物 而是说你一旦有某种方式 把资讯送进去 送进去的那个资讯 就不再需要往外连线了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 讲他的坏的用处 就是如果送个特洛伊木马 进来的话 那他就不需要这个在遥控了 他就可以自己进行网工 那这个是坏的用法 但是他也有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用法 另外一个用法 对 他有一个用法 就是你把关于很多事情的真相 送进去 送进去 送到墙内去 对 送进去之后 甚至他还可以一问一答的 去告诉对方说 甚至包含当时的一些照片啊 影片啊等等 那这个情况下 你就不再需要对外连线 那这样即使那个墙 也能补起来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这个真相已经送进去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民主世界 其实可以以其人之道 反制其人之声 这个反制这个数字集权的 对啊 就看你们VOA要不要 压个语言 我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打破这个防火墙 把很多的真相传播到墙内给墙内的民众看 您在演说中 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我也想请教您 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治理 AI governance 那我想请您谈谈这个概念 其实是除了民主的概念 我也想问问 它能不能应用在极权国家 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是反过来用 因为我想起来 我曾经访问过一位经济学家 他很担心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尤其是在习近平治下 其实他作为人都是习家军 都是要绝对忠诚于他的 所以他没有用一些真正的 有经济的这个各个领域的人才 现在总理是李强 也不是对经济很在行的 他建议说这些习家军 其实应该更多的使用人工智能 来补救自己知识上的不足 和怎么讲 改善他们的这个决策过程 你认为人工智能这个东西 在协助中共内部的治理 这种AI governance 也能应用在习 你政权吗 我再请教你 对 我们刚才讲的像 对齐大会 LIMA 三位等等 讲的都是第一线 实际受到一个情况影响的人 自己去调教 或甚至训练一个AI模型 让这个AI模型来反映出 他们的集体意志 然后透过这个 把它纳入决策程序里 这个叫一个审议系统 Deliberative System 所以概念上面 当然这一套做法 跟就是投票选总统什么 是不一定那么相关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性的民主 那确实我自己的理解 在2010年前后 一路到可能2012、2013左右 这种叫做协商式的 这个人民的民主 在就是中共那边 也有一些地方在进行研究 还没有到中央的层级 那但是后来就很可惜 因为就包含就是新闻自由 或者是集会结社表意自由 方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所以如果你去看paper的话 这一方面的所谓 透过网级网路 来帮助协商式民主的 这些研究 在最近几年可以说是相当少了 那所以你说概念上面 它有没有可能跟一个专制政体 能够并存 学历上面 我们如果去看2010年的情况的话 似乎是有可能并存 但是如果你看事务 也就是最近几年的状况 好像没有谁在研究这个 可能这个上面的旨意和决策 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完全压下来 可能它的一个前提 就是要有新闻自由了 觉得大家要很充分了解 目前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 不然也没有 不管协商还是审议的那个基础 那如果把新闻自由剥夺的话 在上面这个真的不容易讲出来 我们再去想象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这个对抗极权的这个民主对抗的时候呢 还想要请教你的问题是有关于香港 因为我本身也很关心香港的问题 现在在国安法之下 其实在香港没有所谓真正的选举 虽然说这个普选一直是港人能追求的 所以说现在他们想象出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就是香港议会的八旗人 他希望能够在台湾总统大选的同一天 他选在同一天也举行一个所谓的香港议会的投票 就是让他们透过一种加密和安全的投票方式 可以匿名可以不被中共审查到的投票机制呢 去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 您认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能不能给香港海外的港人一些经营 这种加密技术和数位技术 是有可能达到完全百分之百的安全匿名的投票 在不受中共国安法的审查之下 完成他们对普选的梦想吗 但这样投出的结果要怎么使用呢 怎么样 好比像说就算他是保密的 最后出现了一群人的名单 然后呢 就用这些人进行可能就是海外的倡议 然后能够代表港人向各个国家进行所谓争取协助他们 有一天中共无本地垮台之后 这群代表或许能够无缝接轨地回去进行治理 这是他们的一个中继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有卡在一个就是 投票的机制到底能不能做到 在目前的加密和数位技术下能做到完全的安全吗 就是我们在想象未来的科技时代 是不是有可能在对抗集权的之下 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举动和创意 其实任何一个技术 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三道门 任何一道你都要假设攻击方 可能已经掌握破解他的方法 只是他要不要投入那么大的资源去破解他而已 那我们的防御的设计 并不是让他什么都可以抵抗 而是说让他这三道门不会同时被打下来 那这个时候当他打下来某一道门的时候 他被另外两道去挡住 那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有这样子的自觉 也都采取这种三道门灵性人的防护 那确实他可以让相当多的攻击失效 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只是取决于他愿意投入多少资源 没有任何一种资讯安全技术 可以在攻击者有无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都能够持续的去防守住 那所以他这个资安 他是不断精进的风险管理 那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说 就有这样子一个产品 对方就算有无限的资源 他也绝对不可能干扰 也绝对不可能让你无法使用 也绝对无法还原等等的话 那可能要非常小心 因为不一定有这样的技术 好的 感谢您的这个建议和提醒 那最后一想谈谈您自己 您是从一名软体工作者 然后到这个开放社群 又到这个临时政府 其实你前面告诉我 还有后来你有参加太阳花学运 到后来又加入体制内参政 然后变成了政务委员 现在是数位部长 商情谈谈您在不同时期 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 对 就像刚刚讲 就是collaborative diversity 就是促进多元立场 多元意见的协同工作 这个就是我最核心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 我在任何的位置上面 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常常是说 我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不是work for a movement 是work with a movement 所以就政府在一边 这个社会运动在另外一边 那我就像是中间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 去确保说任何新的议题来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做权衡 因为很多的议题 它一开始双方彼此不理解 会变成一种零和的一种权衡 好比像说在疫情的时候 如果要照顾大家的健康 是不是要牺牲经济发展 如果要经济发展 是不是要牺牲大家的健康 在一开始都是这样子讲的 那但是我们透过这种 我们把它叫plurality 就是多元宇宙 这样子的一种技术 我们就可以有系统的找到 兼顾两种价值的做法 那像在台湾 我们整整三年嘛 没有哪一天是剥夺掉大家 在城市之间移动的自由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不同的价值就可以 拟合就可以兼顾 但是要兼顾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 发生的权利 都有voice 因为如果不是第一线的 遭受到实际挑战的人 其实是想不出真正的解决方法 你刚刚提到这个多元宇宙的改革 其实我也还在慢慢的理解 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数位发展部 底下有设一个多元宇宙科 当时有设设这个多元宇宙科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就觉得很疑惑 究竟这个多元宇宙科 在那个政府部门 怎么可能用技术来促进 对立的人 对立的人来建立相同价值 那么多谈谈您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多元宇宙科 究竟它的概念是什么 你好像也在写一本书 在讲这个多元宇宙 其实那本书就是我跟Glain Watt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 一起写的 那确实您可以看我们工作的过程 在plurality.net 现在已经有草稿了 那其实多元宇宙就是 制度化的多元主义 但是这个制度不是法律的制度 而是技术的制度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像刚刚讲Poets Covacs等等的这些技术系统 那你进去的时候呢 它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最大的声量 不是吵得最凶的 而是能够把意见最不同的人 撬接在一起的 那最近大家可能都有用过 就是X一件叫Twitter 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叫 community notes 就是社群笔记 那有时候你会看Elon Musk 某个贴文 底下就有一个声明 有一个澄清 说事情不完全是他说的那样子 那这个澄清是怎么写的 就是透过plurality的这个技术 我们当时Poets 有发表论文 那Twitter的团队注意到了 后来他们就用Twitter的平台 也是open source的方式 就自己做了plurality的这个实现 在Twitter里 就叫社群笔记 community notes 那所以如果你愿意也当个 类似像是Jewelry 把他陪审团那样子 你只要愿意当志工 那你上Twitter的时候 你一打开 他就会告诉你说 今天有哪些不同的community notes 然后你要帮忙来回应说 这个有没有说服你 这个有没有加上足够的脉络 那如果两边不同意识形态的人 都觉得某一则的讯息 能够给他们更好的脉络 那一则就会跑上来 变成发Twitter的人 也没有办法撤下来的一个 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澄清 所以如果对plorality有兴趣的话 那就很推荐大家多参与 像community notes这样的行动 如果这个概念能够扩散开来 所有的这些线上的平台 都用community notes 因为它是开源的 你不用付钱给Elon Musk 你可以自己跑一趟 对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凝聚 而不是撕裂大家的social media 其实当唐部长您的这番对话当中 就包括这个多元宇宙概念 很多都是您的想法是跳脱出圆满的框架 跳出这个box的 像回到您可以 如果回到您本身 您自己早年的成长教育 还有您这个整个工作经济 是跨很多不同的领域 包括您是跨不同性能 您的思考方式 还有您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这种形象 对您现在的工作和角色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我常常说我non-binary 不是只有gender non-binary 不是只有性别上非而言 我的意识形态上也是非而言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 在其他地方会说取舍的东西 左翼右翼什么的 在我这边都是并存的 我不会特别觉得说 好像有一半的人因为他是右派 所以跟我特别近或特别远 另外一半的人因为是左派 跟我特别远或特别近 我没有这种想法 大家都是相同的距离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理解某一派的想法 我就会觉得我这个porality的修为还不足 我应该要跟他再多相处一下 直到我能够把世界他的看法 跟我的看法能够融合 所以这种选每一个地方的视角 那这个holistic这种视角 我觉得是主要的就是我做的政治 跟其他的做法有点不同 我觉得这种porality 如果多云中能够在台湾的蓝绿之间 也不要非蓝即律非统即独 还有或是两岸之间也是很分裂 甚至美中之间也能应用这样的概念的话 可能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多战争了 因为民主社会其实像刚刚讲的 还是有很多撕裂蓝绿之间 并没有让这种不同观点的人更加的亲近 反而是让他们有时候是更加的隔离 进入这种后真相的时代 你认为现在的这种技术 还有怎么样能够让这种不同观点的人 也能明确他们的共识 不是说好像就像同温层一样 只有自己观点相信的人才能够走在一起吗 对所以像刚刚讲community notes 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或者像刚刚讲covax 或者polis等等 那这些技术的特色就是 它都是open source 所以并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研究出来 而是现在的这些最大的这些平台 愿不愿意像推特一样 开始用这些技术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我们很希望这些大型的平台 能够看到说 这些技术它追求的 其实就跟新闻工作址追求的是一样的 就是把一些客观的事实 呈现在大家面前 把多元的意见能够平衡的报道 那这个是非常传统 可以说是老派的这种新闻价值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 也一直透过一些对话 去确保说最大的这些平台 Facebook的Google等等 跟我们新闻业的代表 能够持续坐下来谈 去确保说在上面的这些 他们平台的政策 怎么样子能够让新闻业 或者至少具有这种新闻价值的工作 能够接触到很多人 而不要变成是 好像新闻业的数位转型比较慢 但是去散播这些 就是单向的 或者是这些撕裂的讯息 数位转型都很快 那就变成是好像 跟不上这个撕裂的速度 我们还是觉得凝聚的速度 要大于这个撕裂的速度才对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碰到 Google的甚至Meta的 我们也都有当面的相会 跟Meta的提醒 所以你们也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跟新闻业 一起达到多元创新 那促使他们尽快的来落实 其实今天跟唐布朗这番对话 我们去想象了 人工智能时代的这种极权 和民主战争与和平 其实您的这个想象力 是带我们遨游在 这个人工智能新的这个时代 您是怎么平常训练 自己思考能力的 这个人工智能 未来也能不能帮我们训练 下一代的思考能力 也可以像您这样子 其实我从小我父亲就是用 所谓的苏格拉底方法 在教育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给我标准答案 而且呢我如果以为我有想到什么标准答案 那他就会开始问一些问题 像苏格拉底那样课问 说你刚刚这样讲 说结果是这样 可是这个并不是这个的前提啊 你刚刚说只有这两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呢 等等 所以他不但不给我什么规训啊 不让我服从他的权威 甚至这种思考方法 让我不服从任何权威 任何权威说事情一定是怎样 那我脑里就会冒出我爸的声音 说但是这种情况 就不一定了 对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苏格拉底方法 其实现在也是尖端的这些 语言模型的这些研究者 他们发现说 只要让语言模型 也能够透过苏格拉底方法 自问自答 那甚至是有一些扮演 挑战者的角色 扮演什么的角色 这样子一群这个语言模型的讨论 审议 他最后的这个结果 比你单纯的问他一个问题 他给除了品质啊 要好很多 好比像说在台湾嘛 我有认识一位 也是很顶尖的AI研究者 张志威老师 他就有一个苏格拉底 就是苏格拉底 Synthesis就是综合 他把任何的问题丢进去之后 就用苏格拉底方法 让很多个AI给次辩论 那最后出来就是一个 很平衡的观点 所以我自己在自己的 BG信电脑上 因为它是一台M2 Max 有96GB的RAM 所以它可以跑相当大的最尖端的语言模型 所以我常常就跑一个叫Silly Terran 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小酒馆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城市 它就在里面有很多模拟的不同历程的人 我要给出什么讲稿啊回应啊有一个新的观点啊 我就在那个Terran里面跟里面的人聊聊天 那他们就会像我爸当年一样 用很多苏格拉底方法来挑战我 很有意思其实现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科技 居然来自最古老的苏格拉底的事物 是最简单自问自答 是扣问你想要问的吗 对它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不是全智能 其实我看您接受其他政统说您想要做的事情通常都是不能够完成很难完成的事情 想要接下来最后问您的是 长官长你接下来还想做什么事情 除了刚刚你说你有在写着多元宇宙的数字之外 还有哪些计划是你觉得很难完成但是确实你想做的呢 是就在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希望全球的AI的这些开发者都能够raise to safety 就是向着安全来竞赛 那这种安全竞赛的想法很快我们到年底包含在那个Blessley Park 就是当代电脑发明布林发明电脑的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不管是各国的元首啊或者是领导人啊或者是这些间断的开发者啊 以及特别关心像伦理啊道德啊这些的各界的好朋友们 那很希望能够就在今年年底就像当时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就是有一个Freon这种就是冷冻的产品去破坏掉臭氧层那大家发现说臭氧层没剩几年就会被破坏到不见了 对的一个就是冷媒嘛对那后来大家就赶快聚集在一起有个Montro Protocol 就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逐步太换掉这种冷媒新的替代冷媒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 但是我们就用很多的经费来研究直到说臭氧层可以自己长回来 当然现在有自己长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尖端的AI 特别是de-fake互动式的de-fake对于线上大家的互信 其实产生了好像把创成消保那样子的作用 很快可能撕裂的速度就大火弥合的速度了 所以很希望说到年底透过对这个AI-70 Summit等等的这些做法的贡献 能够尽快全球一个Montro Protocol 非常感谢唐部长让我准备的问题都问完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觉得东宁还没有问到的 最后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是啊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很过瘾 就是把这次在联合部大会场边 那以及在华府啊几乎所有讨论到的都已经问到了 那如果对Plurality有兴趣的话 那也很欢迎一起写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但open access,open contribution 所以说如果你对Plurality有些想法的话 你上Github开个pool request 就可以提出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先上进 想更多人加入我们的多元宇宙 也非常感谢唐部长的接受美国之音 纵深视角节目专访 非常谢谢您 谢谢